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 而有的人奋斗一生 却依然还是牛马 莫里和哈登就分别诠释了这两种情况 莫里在新手村就遇到了约吉奇这样的好队友 既拥有独步天下的实力 又胸怀广阔 乐意成就队友 昨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约吉奇甚至说 莫里才是绝今最好的球员 说实话看到约老师这句话 我都感觉鼻子一酸 这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 约吉奇两届MVP得主 刚刚又撒穿了西部 他的场均数据是 30分13.3篮板 10.3助攻 都说他防守不好 但是约老师场均还有1.1强段和0.9干貌 就连三分球 命中率都有47.4% 持等实力和表现 大家有目共睹 不要说在决金队 就是整个NBA 约吉奇都是不折不扣的第一人 但是他全身心都在为了成就队友 论实力 他秒杀恩彼得 论品德和胸怀 更是将恩彼得抱成了渣渣 约吉奇一手成就了莫里 而恩彼得却容不下当牛做马的哈登 场上卧底坑队友 场下甩锅找理由 同样都拿了NVP 约吉奇比恩彼得 犹如浩月比营竹 高三比土丘 巨三比台险 大海比水沟 他们二人相比差距之大 就如同三重流德华 PK卖酒的攀长江 巅峰林志玲 吊达晚年的凤姐 这就是虚假的NVP 与真正的NVP之间的差距 NVP奖杯 因为约吉奇的存在 而含金量倍增 同样也因为发给了恩彼得 其价值也跌入谷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